尽管在联种会渴望升息之前 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值利率触及3% 是将近四年来首见 美股今天依然收高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涨 道中指数上涨84.29点 收33,061.50点 纳斯达克上扬201.38点 收12,536.02点 标普500上涨23.45点 收4,155.38点 费办指数上扬102.50点 收3022.24点 欧洲股市方面由于中国疫情升温 经济数据疲软 同时美国即将再次升息 导致欧股今天走跌 另外英国适逢五月银行假日 休市一天 欧洲其余两大股市全数收黑 英国股市今天休市 德国股市下挫158.83点 收13,939.07点 法国股市下跌108.16点 收6425.6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